越到晚上好像風雨比較大 看超商的人是滿辛苦的 新北淡水風雨漸強 已宣布明天正常上班上課 代表大夜班的朋友沒得休假 今天風雨沒有到很大 都是晚上風雨比較大 上大夜班的人就比較辛苦一點 路上可能像上下班 要注意安全這樣子 因為沒辦法還是要生活 北北基陶這次同步了 一致判斷4號得上班 只是部分夜班民眾上下班 正好是風雨最強時刻 紛紛到北北基陶市長臉書上抱怨 今天晚上入夜之後 到明天的清晨 剛剛的氣象預報 預計明天清晨 我們颱風就會脫離台北市區 所以我們綜合考量之後 宣布明天正常恢復上下班 台北市長講完 特別丁寧市府團隊 在一早上班尖峰時段前 恢復市容 避免影響民眾通勤 另外有愛車停在紅黃線上的人 要多注意了 8月4號7點之前 我們7點之後 全市的紅黃線恢復管制 那這邊呼籲車主要盡速 移開車輛 7點前記得移車 以免起床上班心情差 愛車不見更全差 這位書人李明輝 李延志 李傑 莊凱玉 SNG小組 新北 台北 藏巴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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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